我們現在來做這個 這個房子 我們先從後面的房子開始做 我們先大概目測一個大小 好了之後 我往上漲 我先畫 屋子的屋簷 我先大概畫一下 等一下都可以做修改,細部的修改 再來我現在做 我要做出屋簷,所以我 先用這個工具幫我長出屋簷 這裡畫 它的延長線 記住一定要出現 橘色,桃紅色 按ESC讓它取消 這邊一樣 這邊它會幫我們對一下 我把它先 黏起來 好了之後 我們這裡不要 不用 我應該把它擦掉 擦掉 記住 前後都要有 我這邊 有時候顯示的問題把它縮小 這邊就可以 拉延伸線上來 這邊一樣拉延伸線上來 把不要的線擦掉 好 這些線都可以擦掉了 對不對 好 我要讓它 突出出來 一點點 後面一樣 這樣 好 再來 我現在想要讓它有一點點層次 層次最後再做好了 我先做 這個突出來的屋底 好,記住 我現在拉出來 一定要有這個紅色 好 紅藍 紅藍綠其中一個顏色 我要在這個切過來 因為我想要做到一半的位置 好了之後你注意看 好,這裡沒有影響 好,我現在 終點 拉上去 好 好 好了,之後這邊把它接起來 有沒有,桃紅色也出現了 呦,可是,這裡有一樣大嗎 量一下 不一樣大 所以我是做錯了 來,等一下 這裡是一半啊 我看這裡是一半 二三多 對 對嗎 我這裡做錯了 這要拉下來對不對 好,這裡 做它的延伸線 好 好,這裡再拉它的垂直線 這樣子才對 好,這樣子做出來 好,這屋簷才會是 一樣的 好,拉出來 好,這裡都拉出來 好,這裡屋簷要黏著 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看這裡屋簷就做出來了 好,屋簷做出來之後 再來喔 好,把不要的線我們先擦掉一下 不要的線先擦掉 這裡破掉了齁,沒關係 這裡再把它補起來就好 好,可是同學要注意看一下 這個屋子 這個屋子 這裡會漏水喔 好,所以我們現在選不到這個面 很難選得到這個面 好,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用另外一種方法 先讓這個面隱藏起來 好,點右鍵 這個面隱藏起來 有沒有,就可以看到這個面 原來這裡沒有面齁 所以 一樣 把它畫一條線 好,這裡少一條線 好,不小心把它擦掉了 好,所以要把它畫上去 好,再把它往後 長 好,不用長太多 好,我們卡在裡面就好了 好,這裡好像也少 所以要檢查一下 這裡再畫一條線 好,有時候 它沒有面的時候 就是把它畫一條線,把它補上來 好了,之後 我們現在把它取消隱藏 全部 有沒有 好,這裡就好了 這裡面我們就先把它擦掉 所以這裡也少一條線 找到後面 好,要把它補上來 好,這些線把它擦掉 就不會 好 有沒有 好,這個灰色是 裡面嘛 所以我們點右鍵可以把它反轉表面 OK了 好 好 現在這個 房子的這個屋頂就好了 好 好了之後 我們要做一些層次嘛 好 我現在來做層次 好 好 這裡 我就終點好了 好,我讓它出來一點點 好 記住 就越多細節 這個東西就越 像 真實的東西 有沒有 好 很多人都會做一些裝飾嘛 可是記住喔 這裡要有一條線 才有辦法接到終點 好 好 所以這個讓它凸出來一點點 所以這個讓它凸出來一點點 好 後面就是一樣照著做就好了 好 後面就是一樣照著做就好了 好了之後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好 它這裡有做一些裝飾 我們先不管 我們先做後面這個 這個 屋子 這屋子 我們先把它做一個有牆壁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裡先 讓它變 把牆壁做出來 好 一樣縮小 往上 好 可是你不能一直往上喔 好 它會變成這樣子 這不對嘛 好 我們就大概 到這裡就好 有沒有 好 我這裡要開一個窗戶 好 記住 比如這裡 開始老師就把這個東西 轉成元件 好 轉成元件 好 好 我先這裡先做一個窗戶 我先這裡先做一個窗戶 這個時候 好 把它消掉 好 再用這個去推 好 好窗戶是做出來了 好窗戶做出來之後 好 我就 開始編輯窗戶 這樣子才不會黏在一起 好窗戶 一樣越多細節 它就會越像 好 我先把它推到後面去 跟後面這個一樣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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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稍微 現在我們是要做窗框 好 窗框一樣我讓它凸出來一點點 好 一樣這個就是細節嘛 好 好 好 一樣做一些裝飾 我在做裝飾 好 這裡再讓它往裡面一點點 好 讓窗框多一點變化 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子就有一點層次了 對不對 好 這個是窗框喔 好 所以一樣窗框轉成元件 好 好 我現在來做窗戶 我做上下拉的窗戶好了 所以我中間還要一個橫桿 所以我中間要一個橫桿 好 我先把中間找出來 這裡中間嘛 對不對 好 它只要 它封閉 我們就先把它 畫起來 先把它delete掉沒關係 好 我這裡譬如過來 700 好了 你的不一定是700 好 這邊過來700 因為你的大小 跟我不一定一樣 所以 你的比例跟我不一定一樣 我先把它取掉 delete掉 我往後 好 這個都先不管它 沒關係 好 我們再把它多畫一條線 它就封閉起來 有沒有 好 好 一樣 我讓它做一些裝飾 我這裡 有 記住 裝飾越多 就會越像 好 好了對不對 一樣 我用這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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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延伸到 上面 好 我這裡 跟這裡一樣高 好 縮進去 有沒有 好 縮進去 好 做法有很多 我這樣子做法好像比較慢 好 當初應該先想好 就不會這麼慢 好 就不用這麼複雜 好 這個可以把它插電 這也可以插電 好 插電 這是屋簷 好了 這窗框就做好了 好 取消 好 現在來做窗戶 好 我要做上下的 一樣 好 往內縮 好 好 這次我已經想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 好 錯 對不對 在中間嗎 好 讓它往上 10 對不對 200 好 再往這邊 400 好 這裡就可以把它插掉 好 好 一樣 我這裡先把它 delete 好 這個我們要做玻璃的 好 讓它進去 窗戶其實不用這麼厚 有沒有 好 窗戶 好 所以窗戶你可以看 我可以一樣讓它進去一點點 窗戶應該不會剛好卡在這個門框旁邊 最外圍嘛 有沒有 雖然這樣子是你在看的時候就有層次了 好 如果我要 好 再來 一樣這是窗框 窗框我先把它轉成元件 好 轉成元件 一樣我現在來做裡面的玻璃 這一塊 好 往裡面一點點 好 好 我們不知道多厚 我現在一樣把它往後移 對不對 這一塊就是它的玻璃 所以你看這裡就很多層次了有沒有 好 轉成元件 好 所以我就可以 到一個玻璃的顏色 到一個玻璃的顏色 注意你細節做的越多就會越像原來的東西 玻璃就做好了有沒有 好 這窗戶好了嘛 對不對 好 這個是一個元件 這個窗框是一個元件 我們就把它 一樣轉成元件 原件裡面還可以有元件 我現在就 把它移過來 好 所以你看這窗戶式就做好了 對不對 好 再來其他的你自己試試看 就是利用這些原則 讓你的東西 更多層次 就會越來越像真的 其他你自己先試試看 好 好 我們是可以到最後一塊的一塊 打開 好 來 好 來 我們是可以到最後一塊 打開 然後